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七节 众人分外稀奇说 他所做的事都好 他连笼子也叫他们听见 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分外稀奇 分外有极度的非常的意思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是非常的惊讶 他所做的事都好 是因为众人看到耶稣是笼子听见 使哑巴说话 显然是想到了以赛亚书 三十五章五到六节中 所提到弥赛亚的作为 耶稣的服饰当中有三分之一 是一病赶鬼这类的服饰 今天的教会也是应当效法耶稣的榜样 除了讲道教导之外 也要看中医病赶鬼这些的服饰 在《灵力极光》里 记载宋尚杰博士的日记 《栽禄》的书中指出 宋尚杰博士遇到很多灵恩的经历 例如讲道的时候 听众在地上打滚 而宋尚杰博士的灵恩经历 并不是唯一的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北方有一位传道人 称为习圣魔 内地会的人为他撰写传记 书中提到他经历被圣灵充满 在侍奉中有赶鬼和祈祷医病 等等神迹奇事的现象出现 这些记载都表明 在现今的教会中 圣灵仍然是继续在彰显他的能力 由神迹奇事来印证 我们所传的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